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在某知名大行国际汇款会台排队 本想快刀斩乱麻 速战速决 结果排队排到 恶出销 在各大银行的手机APP上点击国际汇款 本想逐步出户 飞扬跋扈 不料在点击付款时 却被国际汇款手续费给下出销 在萌萌宝或者某连汇款 尝试第三方付款 本想另辟蹊径取献救国 却不料在付款时 被那可怜的汇款限额给卡出销 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顺手牵扬 资产配置移民与居 国际教育 全球人生活方式设计 发现你视野外的新机遇 在前几期测评节目当中 我要给大家开箱分析 分别来自美国和瑞士 这两个银行业高度发达国家的 离岸银行账户 紧接着我收到了很多观众朋友的反馈 OK 我确实是开户成功了 但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国际汇款要么太慢 要么太贵 要么太难 那么这一期无国界汇款神器 开箱视频你不容错过 话说我已经清测开箱了 两款无国界汇款神器 它们分别是 Transferwise Revolute 这两款神器均来自老牌金融帝国 英国 由于大英帝国近500年 在全世界各地播种日不落文明 即使今天在农业工业和高科技产业上 都逐渐日博牺牲 首都伦敦仍旧是全世界第二大金融中心 有趣的是 这两款神器的创始人都不是英国人 而全部来自东欧 Transferwise的创始人来自欧洲硅谷爱沙尼亚 而且两位创始人很有来头 其中 Henrykus 还曾是享誉世界的即时通讯类软件 Skype的核心创始团队成员 Revolute的创始人Nick 则来自黑客帝国 俄罗斯也曾任职于大名鼎鼎的金融公司 美国雷曼兄弟和瑞士瑞幸集团 可见这两款国际汇款神器 基因力就充满了无国界和黑科技因素 我们先来看看无国界汇款界的龙头老大 Transferwise 首先他打破了国与国之间转账必须通过美国主打的Swift系统的垄断 他直接以Transferwise在世界各地的金融服务体系 以完全透明的市场中间汇率和远低于Swift国际汇款体系的资费标准 于2011年像一匹黑马一样登入了地球村 假设我们从美国汇款1000美元回到中国 大家可以看到Transferwise仅仅收取了5.46美元的费用 当然要享受这个手续费折扣的前提是 大家一定要使用老用户的推荐码来注册 这里我把货赠等值500美元手续费的推荐注册码 放到了屏幕下方或者本频道官网的blog里面 欢迎大家享受顺手牵羊福利 这里的Transferwise显示的汇率是6.68635 那这个汇率是否客观呢 我们用百度来搜索一下 是不是汇率是最客观的 大家可以看到一美元等于6.6858 完全是一致的 所以可以看得出这个Transferwise的汇率 确实是很客观的 而且所有的费用一目了然 让我们作为消费者也消费得明明白白 当然这里最后还有一点注意就是 我这里的录制时间是 美国时间的11月1号 这里显示美国时间的11月2号 这个汇款就会完全完成 可见也就是一天就可以汇款完成 这个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而相比之下 传统的国际汇款Swift通道 在美国平均一次跨境汇款的最低收费是45美元 而且选用的汇率是不透明的 银行自然会选择对他们更有利的汇率标准 大家可不要小看这个数目 如果你经常跨国转账的话 积少成多将是一大笔费用 当然对Swift国际汇款体系的挑战者不只有一位 第二位出场的是Revolute 和Transferwise一样 同样提供区别于Swift系统的国际汇款预计 我清测了在工作日用Revolute从美国向瑞士汇款 汇款手续费竟然低至零 而且速度超级快 我点完付款的第二个工作日 我的瑞士账户就收到款了 你没有听错 这位俄罗斯小哥哥简直就是要颠覆国际汇款界的游戏规则 不过使用Revolute的汇款有一个前提 你必须开通他们的无国界银行账户 把钱先存到该银行账户里 才有资格使用他们的零手续费国际汇款功能 当然这两款汇款神器也不是完美的 Transferwise和Revolute分别有着自己显著的局限性 Transferwise的手续费由于是按汇款金额的比例收取 平均收费比例在0.5%到1%之间 所以Transferwise很适合金额较小的国际汇款 如果你要汇款的金额很大很大的话 可能传统的Swift系统相对收费很低 而Revolute国际汇款则必须通过它自己的 无国界数字银行账户操作 很不幸在2015年才刚刚成立的Revolute 暂时仅覆盖35国 主要集中在欧美澳地区 暂未覆盖大中华地区 如果有这35国当地居住证明的朋友 还是非常推荐的 关注我走上全球人生活方式设计记录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请帮我按个喜欢以及订阅我们的频道 也别忘了留言哦 现在我们的付费会员社群也已经成立了 如果你想加入的话 请在私信中或者留言区回复 全球人三个字 若我们团队取得联系 你将获得像我本人 以及我们全球人团队 来自全世界超过50个国家的 全球人咨询师 直接提问的权利哦 我是小松老师 下一个Vlog见 拜拜